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思,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 三個頻道,芒向正向晒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節我們就講一下被稱為歐洲火藥桶 這個地區就是巴爾幹地區 巴爾幹地區,想不到很多年前就有個戰士 現在巴爾幹地區都是處於戰爭邊緣 尤其是一個地方就是科索玉地區 現在科索玉地區近來是爆發大規模的抗疫活動 北部的塞族民眾,即是塞爾維亞族裔人士 就設置道長,封道,全部道路封鎖 所以為了抗議科索玉當局是逮捕一名塞族的前警察 科索玉當局現在就迅速向北部地區 派遣大量軍警 並且和示威者發生衝突 當然 現在塞爾維亞也有個請求 針對現在的局勢 塞爾維亞總統武啟奇 昨天就說 塞爾維亞將會向北約駐科索玉維和部隊提出申請 要求在科索玉地區部署塞爾維亞軍隊和警察 即是塞爾維亞想出兵 但是他也說 塞坊不會對北約的回應抱有任何我幻想 因為北約是偏幫科索玉 科索玉是親西方的 那麼武啟奇在全國講話當中 就說 根據聯合國安利會第1、2、4、4號決議 允許商定人數的塞爾維亞安全人員 返回科索玉地區 履行決議規定的相關職能 預計塞爾維亞政府 將會在當地時間12或13號做出決定 向北約駐科索玉部隊提交文件 不過武啟奇也老實說 塞爾維亞也不會對北約有任何幻想 因為之前你知道北約狂轟 塞爾維亞的前身南斯拉夫聯盟 也沒有任何道歉 到今時今刻 武啟奇也說 我們知道北約會拒絕我們這個請求 即使他們無權拒絕我們也好 他們都會找無數的理由 其實理由就是藉口 他的意思就是 他說 北約駐科索玉部隊 現在控制局勢 所以不需要我們塞爾維亞出兵 武啟奇也說 我們將會尋求新的法律措施 來指導塞爾維亞的未來 這個也是科索玉戰爭結束而來 塞爾維亞首次要求 在科索玉地區部署兵力 所以其實全歐洲都很緊張 澳烏戰爭都未搞定 而且你要記住 武啟奇其實和俄羅斯關係不是很差 如果他叫普京大帝幫下手 向北約施壓 會不會有些事情發生呢 如果北約方面接受這個請求 即是塞爾維亞可以派兵去科索地區 塞爾維亞政府將可以在這個地區的 東正教場所 塞族居民佔多數的地區 和邊境口岸部署大概千多名士兵 還有是警察和海關人員 正在武啟奇發表全國講話時 因為很緊張所以要全國講話 其實科索玉北部地區 已經合入了高度的緊張 塞族民眾 就和科索玉警察不斷衝突 塞族的抗爭者 也封鎖了多條主要幹島 科索玉警察 隨即關閉了和塞爾維亞之間的兩個景點 在衝突過程當中 也一度傳出了棒棒的聲音 科索玉警察說 警察部隊在靠近塞爾維亞的幾個地點 被人動手 出於這個智慧的原因 只可以使用棒棒驅逐示威者 由於北部的局勢很緊張 其實現在歐盟都很緊張 所以科索玉地區的領導人奧斯曼尼也宣佈 這個地區的選舉 從12月18日推遲到明年的4月23日 不過當地塞族人之前就說 他們將會抵制這次地方選舉的投票 塞族民眾發起的這次抗爭活動 就為了抗議科索玉當局 是捉了塞族前警察潘地奇 這個行為就令到當地的人很生氣 為了反對科索玉當局的車牌禁令 當然他禁令是針對塞爾維亞的 所以科索玉地區的領導人 就解僱了幾百名塞族警察 當然是上個月的事 並且捉了剛才我們說的那位 潘地奇這位警察 就說他涉嫌向選舉委員會辦公室 警察和選舉官員動手 但是呢 暫時就 塞族人就說沒有什麼證據 當然了 我們要看回事態發展 兩邊的事情都不知道 因為是第三方的資料沒有 針對科索玉北部地區越來越緊張 其實塞爾維亞總理 總統是沒有啟奇 總理是位女士來的 就是布爾納比奇 亦都說 隨著科索玉當局 單方面將警察部 開入塞族罪居地 其實當地的形勢 是不斷惡化的 北約領導的維和部隊 未能夠完成使命 科索玉局勢 已經到了戰爭的邊緣 那布契奇 更加是向科索玉的 另外一位領導人 就是傅爾帝 就向他喊話 就說 可能塞爾維亞要求 尊重布魯塞爾協議的做法 這種想法是有點幼稚 就是說我被你騙了 但是他肯定的是 你們和我們和歐盟一起簽署的 布魯塞爾協定 你們一定要履行 如果不是當時為何簽 那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敷衍 那布契奇也說 塞爾維亞已經寫信 是不承認科索玉 是一個獨立的歐盟國家 而且呼籲 這些承認科索玉國家的 人士 要正視這個問題 當然布契奇也說 我們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 但是我們 向公眾展示我們取得的成果 依然有很多堅持自由意志的國家 將國際法置於一切之上 我們將它繼續這樣做 只可以這樣說 其實上個月底的時候 我也以為可以是 這個危機稍為解除 因為上個月底 歐盟國家部長薄雷利 就跟塞爾維亞和科索玉當局 達成了協議 被每演局勢進一步升級 誰知局勢依然會升級 就像現在這樣 其實在歐盟的協調之下 塞爾維亞和科索玉當局的談判 已經同意 大家都讓一步 並且大家都要專注於 雙方關係正常化的提議 塞爾維亞將停止 發放帶有科索玉地區 城市名的車牌 科索玉當局 亦都將停止 繼續對使用塞爾維亞 車輛進行重新登記 因為有些塞爾維亞族人 是用以前塞爾維亞 這個中央政府發的這個車牌 其實這樣也好 大家停一停 當然 初初以為可以談判 結果還是不行 其實科索玉也是 為何突然抓人呢 大家讓一步本來好好的 現在局勢太差了 如果真的繼續這樣的話 其實因為塞爾維亞始終是歐盟候選國 現在科索玉局勢已經被推到戰爭邊緣 當然了 原來局勢惡化還有很多事情 塞爾維亞說是科索玉當局的警察挑起事端 他們說 科索玉當局 是無故對一間幼稚園 發起突擊檢查 還去了一大當地幾有名望的家族酒莊 說偷走他們全部庫存 但未經過第三方證明 全部庫存都幾多下 有四萬二千星的葡萄酒 當然現在塞爾維亞說要派兵 北約肯定不肯 北約肯定不肯 那麼 塞爾維亞科索玉事務辦公室主任 佩德科維奇也說到現在 塞爾維亞安全部隊重返科索玉的可能性 他就說科索玉當局 是動用了幾百名全副武裝的特警 對這個科索玉北部一個塞族聚居城市 就叫做米特羅維拆 進行了實質上的佔領 他也都警告科索玉當局 就說 我知道你們背後是西方勢力 但是我們總統武契奇也都說過 塞爾維亞不允許這個地區再發生另外一場集體的迫迫事件 同時他也都強調塞爾維亞既不想 也都不會採用可能導致當地局勢緊張或者 新危機的一些方法 但是迫於無奈都沒有辦法 那麼其實塞爾維亞 他們就說自己已經是履行了異務 借了布魯塞爾協定已經是十年了 但是科索玉當局就不肯履行這個義務 當然後面他有西方撐腰 近期的衝突 科索玉當局有他的解釋 他們就說 在這個米特羅維拆 蔡族人最居地的部署是預防性 是為了執行科索玉的法律 和決議實施的一個體現 當然他們當然是說這是必要的 合理的也都合法的 也都說科索玉當局有權 控制安全局勢 並且在全境執行法律 當然他們說 蔡爾維亞警察永遠都不可以回到科索玉 蔡爾維亞的聲明是霸權 和入侵的行為 當然歐盟也怕 他就說歐盟的發言人斯塔洛 就說歐盟關注事態發展 譴責一切的動手行為 他也強調 蔡科雙方應該將重點放在關係正常化 但你不公道 你經常保護著科所動 這樣他們就覺得 關係正常化 對雙方的歐洲道路和平息當地局勢 是至關重要的 當然俄羅斯也出聲 俄羅斯駐塞爾維亞大使 佔多數國家的控制權 西方當然不關心 執行他們滑船達成的協議 對於他們來說 重要的是為他們支持的一方 即是科索玉 爭取時間獨立 其實現在科索玉自己都自稱獨立了 當然這些事情也有時間搞 有其他的力量進去的話 就真的有時間搞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